我陪着北辰搬进了前线的战地指挥所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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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 总司令 北平传来的消息 黄复义已经准备与日防商业停战条件 商业停战 南京方面难道让我们把阵地让出去 南京方面是不是疯了 你觉得他们这么做 还配当中国人吗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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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护战争 他们就签订了 上海停战协议 国家安内势在必行 适当妥协 大惧为重 这是南京政府 一贯的跑路政策 总司令 我们等你的决定 这还有什么好决定呢 我们与日本人不共戴天 这一仗 势采必行 就算是影军战斗 一兵一卒 也要保我河山 闻夜 明天陪我去趟三碗堂 是 敬礼 好 忙什么呢 你倒是厉害啊 我出去一趟 既然烤这么些莲子回来 这都什么季节了 下午我跟江副官出去 正好看到路边有个老婆婆 在卖莲子 正好你回来了 今天啊 我们就做莲子周知 这都什么时候了 怎么还有老婆婆 在路边卖莲子啊 无论到了哪一刻啊 人总是要活着的 你这 你这 给我添乱呢 哦 恰宝 光听你说话了 也就没看 那行 那有劳夫人 给我做碗莲子皮粥吧 行了 行了 你这总司令的手 我可是真不敢再劳价了 你说我这忙活了半天 你一上来就给毁了一半 忙你的去 你不给我添乱 就算是帮我都忙了 我怎么听着你这话 不像是在夸我呢 好不容易偷得复生半日前 回来想陪陪你 且过 你瞧瞧你 先无烦 先无烦是不是 你小点点 好了 你这有半天的假 赶紧处理一下公务 我这还忙着呢 谢谢你 谢谢你 国将不国 居然有何颜面够活于世 今此大战在即 定与日军血战到底 事与北兴共存亡